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冠名同届 第534章 终于到家了 范畴恍恍惚惚 有点头重脚轻 他扶了扶额头 又捏了捏自己 确定了自己现在不是在做梦 那眼前的一切 也都是千真万确的 水印广告测试水印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了呢 前些日子还只是闹鬼 和闹僵尸 现在怎么开始闹妖怪了呢 他看了看旁边的林若雪 一脸茫然 林若雪也看了看他 满脸的疑惑 似乎连他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范畴想了想 问林若雪 你知道刚才那个 飞起来的是什么玩意不 林若雪摇了摇头 我怎么知道 我第一次见那个东西 吓死人了 范畴抬头望天 心里边思索 这会飞的东西 会不会跟那个大怪鸟有关系呢 还有啊 自己的法宝 是不是也被那大怪鸟给拿走了呢 想到了这 范畴是一阵的郁闷 不光是法宝 连自己兜里的灵钱 都他妈没有了 这真是一个悲催的事 没了法宝 他就跟普通人一样 甚至连下兵都不如了 但这怪鸟 和那个塔里的怪和尚 究竟都是什么来历呢 他们要盗取佛宝 又为了什么呢 这一大堆的问号 缭绕在范畴的脑海里 乱七八糟弄得他一阵头大 看了看周围 范畴不知道这里是哪 隐约好像是城南的一条街 不过这并不重要 他现在想的是 他得赶紧回家想对策 但是看看这个林若雪 范畴又不知道怎么办好 想了想 他一下的决心 干脆就把带回家算了 一听范畴要带着回家 这林若雪是高兴得很 于是打车的钱就又有了 当然了 是民币 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这俩人打了一辆出租 一起往小别墅赶 范畴是归心似箭 这两天 家里还指不定闹腾成什么样 自己的电话也关机了 音信全无 你别说家了 就连上官那估计也早都毛了 还好 一路顺利 当范畴赶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小区门口范畴 丢下了一百块钱 转收就跑 那个司机在后边还喊 小伙子 找你钱 别找了 也没剩下啥 他心想 给人家铭币 已经很不够意思了 你回头那司机回家 一看人民币 便铭币 整不好 都得吓出个好歹的 这要是再要人家找钱 这也太不是人了 他和林若雪俩人 一路跑了回家 是跌跌撞撞 冲进了家门 把客厅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定睛一看原来是他 顿时都大喜过 纷纷围了上来 吕布瞪原了眼珠子 看怪物般的一惊一炸道 哎 我说小范 你这是抓去黑眉角了吗 你怎么弄得这么惨呢 电话怎么了 怎么关机呢 一群人把范畴围上了 没人注意到后边的林若雪 范畴也忘了 他听吕布说自己很惨 满跑的镜子一看 果不其然 这两天在鸟窝里待着 人不人鬼不鬼 头发烂七八糟 脸上脏兮兮 衣服在爬树的时候 也被刮坏了 整个人都感觉瘦了一大圈了 他一步冲进了卫生圈 痛痛快快的先洗了个澡 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阿湘这回也乖巧 跑去厨房 把饭菜给他端过来 范畴一见吃了 差点眼泪没下来 上顿饭 还是他们昨天中午吃的呢 今天基本就没吃什么东西 不过他正要开吃呢 一抬眼睛 看起来孤零零 站在门口的林若雪 他这才想起来 自己忙活了这么半天 把这小丫头给忘了 范畴顿时不好意思了 忙起身招呼着林若雪 过来一起 他就忘了林若雪 是个鬼不吃东西 林若雪脸上 也是很不自然的 像是受了什么委屈 范畴叫了他几遍 才勉强走了过来 他也很尴尬的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林若雪 不过他说的只是呢 林若雪是他的救命恩人 别的什么也没提 这阿湘啊 对林若雪很感兴趣 家里边本来女的就少 豆鹅总是一副 大姐姐的样子呢 虽然挺照顾他的 但也是觉得玩不到一起去 这回来了 他跟个差不多的小女鬼 看着就很乖巧的小萝莉 马上蹦蹦跳跳 就去拉着林若雪 去一边玩了 范畴这才松了口气 急忙忙的吃了口饭 就和众人说起了 自己这两天的经历 然后呢 他就稀里糊涂的 说被那只怪鸟 抓住了远处的山上 一棵大树上面的鸟窝里 但是由于他回家心切呀 就自己偷偷趁着大鸟不在 爬树逃跑了 没想到困在了树叉上 然后林若雪出来把他揪了 众人这才恍然明朗 原来范畴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女鬼还真的是 他的救命恩人 不过范畴随后有小声 告诉他们 那个女鬼就是前两天 死气白咧的 要跟他协婚的那个 刘备都准备去给林若雪道谢了 一听这话又回来了 满脸诧异的问范畴 这成亲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范畴苦笑了一声 一摇头说 这些都不重要 现在当务之急 就赶紧确定 那个怪和尚 还有那个怪鸟的身份 尽快在佛宝到来之前 就把他们收了 然后把自己的法宝都拿回来 一听这范畴 连法宝都丢了 众人又是哗然 范畴叹口气 这事他是做不了主了 看来还得把催命找回来 得问问他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范畴怀疑 这些怪物的出现 跟地府还是少不了关系的 第535章 正月13 这林若雪几次想过来跟范畴说话 不过范畴哪有空跟他玩 于是嘱咐他好好跟阿湘玩去 他要做事了 很快就做完了就来陪他 林若雪这才撅这个嘴老实的 范畴顿觉的头大 这不要了命了吗 要是没这层救命的关系吧 那还能好点 起码可以黑着脸把他赶走了 这回可好了 还得像跟哄孩子似的哄着 还得提防着把成天要成亲的念头 晚上呢 还得加点小心 怕他过来摸他 但是这也没办法 范畴捏了捏鼻子 暂时先把这事放下吧 跑进了屋子 开始施展他的大召唤术 呼叫催命 这一次啊 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啊 嗖的一声 这催命从地底下钻了声 一见范畴就说 你可回来了呀 你这两天就跑哪儿去了你呀 这一问之下 范畴才知道啊 原来崔命这两天也在找他呢 因为地府那里边又有新动静了 崔命本来想通知范畴的 不想啊 却始终联系不上 那法宝失去了感应 连电话也关机了 一提这个范畴一咧嘴 哭的心都有了 这几个月以来啊 那法宝就跟他的命跟的似的 不但走到哪儿都带着 而且带给了他无数的帮助 那回想起 抓鬼的那段日子 满满的都是心酸和艰辛 你说现在 不但阴玉环和杨玉环不见了 技能都用不了了 就连他妈如意金箔都丢了 这个可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里头装着几百个鬼呀 要是被手段高明 又居心叵测的人拿走了 把那几百个鬼都放出来 那可就是一场大混乱 这法崔命一听范畴 这两天的经历也是吓了一跳 更是紧皱眉头 满地乱转 他对范畴说了 那法宝实际上都是佛门的法宝 借来的 这要是弄丢了 可怎么整啊 范畴觉得奇怪 那个大和尚 还有那个怪鸟 看似并不伤人 就连把自己抓走了 也是时不长的 有食物提供 那他们的目的 似乎只是想盗取佛宝 也并不想伤害人类 当下这俩人就一起分析起了他们盗取佛宝的目的 不过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倒是范畴想起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他们貌似只对宝贝感兴趣 说的准确一点 他们只对佛宝感兴趣 因为就在刚才换衣服的时候呢 范畴忽然发现 自己衣服里边藏着的城隍令 顿时就大为懊恼 他见到如意金波和阴阳双环不见了 就忘记了这个城隍令 很自然以为是一起丢了 早知道这个东西没丢 遇鬼的时候何必那么怂呢 城隍令一出呢 妖鬼皆佛啊 但此时这么一分析情况 他就发现 如意金波阴阳双环都丢了 这俩都是佛宝 而那俩人打的都是盗取佛宝的主意 而自己的这个城隍令 他们并没有拿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他们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城隍令 而在他们的眼中 这可能根本都不是什么宝贝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佛宝 如意金波阴阳双环 还有那个佛牙舍利 自然都是佛宝了 可是他们专门到佛宝干嘛呢 俩人琢磨的半天 没研究明白 这时候催命也是恍然才想起来 他对范畴说 他们得到的消息 说那佛牙舍利将会提前来到本城 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避免呢 在正月十五护送队伍出现什么意外 范畴明白了 这就是打马虎眼呢 跟人说 这东西正月十五送过来啊 实际上正月十三那天就到了 要是有人窥探佛宝 想在路上下手 到时候也是晚了一步 不过这对于范畴来讲 又有什么用呢 崔明见他不明 被直接了当的说 这件事已经定好了 范畴必须得想办法 把那佛宝弄到手 无论是偷还是抢 或者用别的办法 那范畴就不懂 为什么非要他干这事呢 这偷或抢啊 本来就是犯法的 更况且是偷如此珍贵的佛宝 要是被抓住了 最少得被判个百八十年 崔明就很严肃的告诉他 让他去盗佛宝 只是一个说辞而已 实际上那应该叫保护 因为呢 据不确切的小道消息 已经有地府的人 准备对佛宝下手了 阎王爷言令了 绝不允许佛宝落入奸人之手 所以一定要抢先下手 把佛宝保护起来 其实这个说法呢 听起来挺他妈牛逼高大上 理由也挺充喷 不过范畴还是挠头啊 你说你偷何宝 干啥非得让我来的 你派土地爷出面 他不是有什么五方的接地 还有四直的公宗草吗 还有什么黄金之利什么的 你让他们架着云 飞到那七七浮塔 浮屠塔呢 从空中捞一把不就到手了 或者 既然已经知道了 确切的送保日期 在半路下手也行啊 你说那么多神仙 你刮一阵风 就把那佛宝给争走了 不是吗 西游记里边连唐僧都被整走了 无数次 你拿着个 九环残杖和袈裟 有鸡毛用啊 况且是一个佛牙呀 崔命被他说的是笑了起来 对范畴说了 如果那些人 如果能轻易的接近佛宝啊 那就不叫佛宝了 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地府里的人 属于冥界的 佛宝的属性 天生就克制冥界 所以他们不但拿不到佛宝 还会受到伤害 只有范畴既是凡人体制 不受佛宝影响 同时又有神位的传承 可以得到佛宝的承认 你简单点说啊 就是土地爷亲自出马了 也不如范畴出马管用 再说了 他又有城隍令 所到之处啊 普通的神鬼都要避退的 那就是更加有力了 崔明这么一说 范畴也迷糊了 不过他拿出城隍令 仔细看了半天 不由想起今儿晚上 遇到那个娘娘坟的女鬼 这玩意儿要有真那么厉害 明明带在身上 那女鬼怎么就不把自己当盘菜呢 还有林若雪啊 自打的法宝丢了 林若雪都可以随便虐她了 可没见他对城隍令的掌控者 有丝毫的敬意和畏惧啊 但崔明既然这么说 范畴也没辙啊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他心里边暗想 这回是彻底上了贼船了 想吓都吓不来了 于是 他只能苦这个脸 勉强答应了崔明 崔明想了想 还告诉范畴 哎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醉山佛宝展示丢了 他可以回去 我回去申请一下 看看有没有法子 能棒到你啊 最晚明天就给你答案了 同时也得想办法调查一下 你所说的那个大怪鸟 究竟是干啥的呀 还有啊 这城市里怎么突然出现了石人怪了呢 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崔明说着话就走了 同时嘱咐范畴千万记住了 正月十三 一定要抢先下手 崔明走了之后 范畴就坐在了床沙发上 苦恼的思索 哎 这正月十三到底该咋办呢 正月十三 正月十三呢 哎 哎 你们谁知道了 今天几号啊 机灵鬼这时候蹦了出来 小神仙 今天是正月十二 范畴一拍脑袋 卧槽 那明天不就是正月十三了吗 这都晚十二点多了吗 我这 对啊 十一点多了 再怎么一个小时就正月十三了 哎 这个怎么办呢 哎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了祸 第534 535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咱们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播讲